美国升级了海外企业对中国华为的限制 原本不完全封锁华为的英国 也传出将选择彻底禁用 现在更传出日本是下一个加入围堵华为的大国 根据日本独卖新闻27号报道 日本政府准备修改采购方针 将要求独立行政机构以及出力个人资料的机构 不再使用中国企业的通讯设备 这项新措施涵盖了日本96家机构 包括年金管理机构、产业技术研究所、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等等 美国助理国务卿库博日前建议南韩 不要使用华为设备建设5G 因此南韩是否成为下一个围堵华为的大国也受到关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